每个深夜时分的晚安 是我力所能及的陪伴 总有这样的歌 只想一个人听 我是主播 苏黎 历春的开始 春风拽着我们 先经历了诗曲 那个叫赵英俊的音乐人 永远离开了我们 作为一个普通粉 本来就到缅怀为止 真正让我猝不及防 情绪决堤的 是她留给世界的 最后一篇小作文 在她的文字里 丝毫没有对病魔的怨恨 和对死亡的恐惧 有的只是对这个世界 深深的眷恋 音乐和电影 爱人和父母 害贼王的结局 可是最后两段 我还是没忍住泪崩了 希望你们别那么快地 将我遗忘 只要还有人记得我 记得我的歌声 我可能就还在某个角落 陪伴着你们 我从小就喜欢下雨 若某个傍晚狂风暴雨 便是我来看你 再见 这个世界和我爱的人 她准备迎接死亡 花了两年多时间 但真正要离开的时候 心里还全是不舍 不舍的 是世界 也是生活本身 清早窗外射进来的光 风一吹就晃的花草 楼下孩子正在笑和闹 还混着狗叫声 这些我们的习以为常 已经是另一些人 永远得不到的奢望 当你深陷生活乌绰 挣扎在泥沙之下时 抬头吧 向前看看 我们不只是在铭记赵英俊 我们是想给每一个热爱 生活的人一朵小红花 奖励你能感受 每个命运的挣扎 多么苦难的日子里 你都已经战胜了它 晚安 赵英俊 晚安 今天也在好好生活的你 送你一朵小红花 送你一朵小红花 开在你昨天心肠的枝崖 奖励你有勇气 主动来和我说话 到象啦 不供带天的冰水啊 义无反顾的烈酒啊 倒这么苦难的日子里 那一炎 你都已战胜了它 送你一朵小红花 遮住你今天今天的伤疤 奖励你在下雨天 还愿意送我回家 空肉拉多的风雪啊 只要你相信我 闭上眼就能到达 送你一朵小红花 盖在那流氧边野的天涯 将离你走到哪儿 都不会忘记我啊 洁白入雪的沙滩啊 风平浪静的湖水啊 那些真实的幻影啊 是我与你的牵挂 送你一朵小红花 开在你心底最深的泥沙 将离你能感受 每个明天的成长 是谁挥霍的时光啊 是谁苦苦的奢望啊 这不是一个问题 也不需要你的回答 送你一朵小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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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一朵小红花